所有创业家都台湾学会的五样事情 你好我是Chris 那么很多人都想要创业 但是他们都怕创业失败 但是马云曾经说过一句话 让我觉得非常非常赞同 他说成功的理由千百种 但是失败的理由只有那几种 所以今天我想要跟你分享 所有的创业家都台湾学会的五件事情 让你不管是你想要创业 或者是你正在创业 你都可以去先学会这五件事情 这样子你接下来的创业的一些旅程 或者是路途会比较顺遂 那么第一个就是 你要先懂得怎么去行销 为什么行销很重要 是因为其实我在之前的影片 就已经说过了 很多创业家在创业的时候 他们都想要他们的产品是最完美的 他们是最完善的 所以他们就一下子砸了很多钱 在开发这个产品上面 那今天我要跟你分享一个事实 那就是这个产品虽然很好 但是卖不卖的出去是另外一件事情 很多时候这些想要创业的人都觉得说 只要我的产品是好的 那就肯定是卖的出去的 但是只要你是现在正在创业的 或者是以前曾经创过业 你就会知道其实不是这么回事 你的产品再好 你要懂得卖 它才能够卖的出去 也就是行销的这一部分 所以第一个你要先懂得怎么去行销 然后你才去想这个产品要怎么去完美 要怎么去完善 那么第二件事情就是懂得怎么去销售 那么我曾经听过澳洲的一位创业家 他说过一句很非常真实的一句话 他说所有的创业家 你们的时间必须放在去想 如何去销售你们的产品 这样子你的生意才会有现金流进来 有了现金流之后 你才可以去想说这个现金流 我要怎么去分配我的现金 可能是分配给员工 可能是分配给其他的 比如说工具或者是一些资源等等之类的 所以身为创业家 你的最主要的一个工作 就是你要懂得如何去销售 而且你要想办法怎么去销售你的产品 如果你不懂得怎么去销售 然后你想要开始创业的话 这个创业注定是失败的 我在这边跟你分享一个故事 我曾经去过一家新加坡的肉骨茶店 新加坡的肉骨茶是非常非常驰名的 但是这家肉骨茶的特别特色就是 它是卖干的肉骨茶 那么我们一般人的印象都会觉得说 肉骨茶是汤底 对不对 但是它卖的是干的肉骨茶 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很新奇 然后就去试试看去吃了 然后吃了也觉得很好吃 但是后来那家店的老板 他就跟我讲说如果你们觉得好吃的话 那就麻烦你们帮我们多多介绍一些客人来 这样子我们才有更多生意 要不然我们的店就快到了 所以我就很好奇这么好吃的东西 为什么会没有人来呢 一般来说好吃的东西都是排队的嘛 对不对 但是他们的生意为什么不好的原因 不是因为他们的东西不好吃 是因为他们不懂得怎么去销售 怎么去行销 怎么去打广告 怎么让他们的生意 或者是他们让他们的店 让更多人知道他们的存在 所以跟他聊天聊了很久之后 我才发现他其实是个厨师 他并没有做生意的背景 他完全不懂得怎么去做生意 完全不懂得去怎么去经营一家店 所以请记住 如果你想要创业的话 你就必须懂得怎么去行销 还有怎么去销售 这两样东西非常非常重要 第三不懂得怎么去跨领域 我所谓的跨领域是指什么东西呢 很多人在创业的时候 都是觉得说他们是这方面的专家 所以他们去做他们想要做的事情 或者是去做他们觉得最擅长做的这些事情 但是当你是专家 你想要去创业的时候 这时候你就会发现 很多专家没有办法创业 是因为他们只懂得他们擅长的领域 但是要知道 如果你想要创业的话 你就必须要跨领域 你要懂得怎么去销售 你要懂得怎么去行销 你要懂得怎么去建立通路 你要懂得怎么去管人 你要懂得怎么去管理 很多锁锁碎碎的事情 所以你必须要懂得怎么去跨领域 我再重复一次 单单只是靠你所谓的专长 或者是专业 是完全不够的 你要懂得怎么去跨领域 第四不懂得分配工作 很多时候我们在创业的时候 我们都会想说 这个东西还是由我自己来做的好了 因为只有我自己做的时候 我才能够保证这个质量 但是当你有这样子的想法 当你有这样子的行为的时候 也就代表说你的生意快差不多了 为什么 因为你的一天的时间只有那24小时 你那24小时要拿来做更重要的事情 也就是帮你的胜利 帮你的这个公司带来收入 如果你什么东西都想要插手 什么东西想要做 都想要亲力亲为 当然我不是说亲力亲为不好 但是你什么东西都想要自己做的话 你会把自己搞到非常非常的累 这个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创业的时候 都把自己搞得好像自雇人士 那如果你是自雇人士的话 那你跟其他的上班族有什么样的分别呢 所以在这里请记住 如果你想要创业的话 你就要懂得怎么去分配你的工作 给其他的人 这样子你才不会把自己给做死 那么所有创业家都太晚学会了 最后一件事情就是 不懂得怎么去用人 人对所有的创业家 对所有的生意 对所有的公司都是最大的一个资源 但是当这个资源你运用的不得当 或者是不懂得怎么去用它的时候 你就会去浪费这些资源 更惨的是你招进来的这些人 可能还会扯你的后腿 你懂我的意思吗 那这样子的资源是等于是浪费掉的 所以请记住 如果你创业想要成功的话 那你就要懂得怎么去用人 把每个人放在对的位置 让他们去发挥他们的强项 他们最擅长的一些事情 你才能够更好的去运用这些人 或者是去运用这些资源 以上就是所有创业家都太晚学会的五件事情 那么今天的影片就先到这边 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的话 请记得订阅按赞分享 有什么问题的话就在下面留言 或者是以后 如果你想要我做什么样的影片的话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我 那我们在下个影片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